中國對包括豬肉、水果及其他部份產品在內的美國貨品加收25%的進口關稅總計30億美元 中國財政部於星期日宣布新關稅從4月2日星期一立即生效 中國財政部指中國是針對美國對鋼鐵及鋁產品加徵關稅作出的反應 美國的加稅從3月23日生效,中國當日就公布將會增收關稅的一系列美國產品 中國商務部星期一上午發表聲明說 將會對包括水果及月醇在內的120項美國產品 終止根據世貿組織的承諾而給予的關稅減讓 中國對這些美國產品的徵稅從而增加將近15% 中國採取報復性加稅措施之際,美中兩國的貿易關係趨向緊張 經濟觀察人士說立即產生的影響有限 但投資者擔心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全面貿易戰會影響到全球的商業活動 從而影響世界經濟增長 同時美國總統川普準備對部分中國產品加徵總共500億美元的關稅 美國指責中國有系統性地不正當獲取美國的知識產權 中國一直否認美國的指控 中國已經被解決了